口诀的 那如果你把这个口诀记起来的话呢 那你在心里面中 就默念这个口诀的话 你会发觉 走路得很简单 你会觉得说 走得很长去 好像都不会累 所以我要邀请各位呢 各位站起来好不好 站起来 那我们一起来 念这个口诀好不好 就要比较大声 这个很容易记 OK 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吗 OK 看着我 抬头挺胸缩小腹 抬头挺胸缩小腹 双手围握放腰部 双手围握放腰部 自然摆动肩放松 自然摆动肩放松 帮开开脚步 是后面脑 从前走 我看着我 远打延 chose 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OK 抬头挺胸缩小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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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开脚步向前走 迈开脚步向前走 会懂的吗 可以请坐 那其实呢 我们有送 一个叫做健康存折 那在健康存折这里面呢 就有这个见走的口诀 所以你现在 还没有办法把它记下来的话呢 那里面有 有的话呢 你就把它 背下来 那走起来就会很轻松哦 那感觉那个是真的非常的美好 OK Next 那我今天呢 也要跟大家介绍几位 其实 台湾见走的人很多 举一个例子呢 刚才我在跟那个 完执行长还有刘总干事在谈的时候 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泰山企业的他们董事长呢 叫做 詹月琳詹董事长 他找在他们泰山的企业里面呢 推动 推动 叫做三量一动 三量什么 份量 热量 均衡量 热量 你热量一定要不要吃太多 那个均衡量 你要均衡好 还有份量 一动 一动什么 你们真的不会相信 他们泰山企业呢 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 在推日行万步 然后从今年开始 他们每个人呢 手上都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 就企业送的 那这个呢 非常好 你带的时候 他会 记 就会他会 记录你所有的 跟走路有关系的 然后他会到云端去 会到他的手机去 那我听说 有的时候 他还会 假如说你 一万步还没有到的时候 他灵会响 会不会 对 他灵会响 所以 我们是不是鼓掌一下 拍手一下 这个泰山企业 他们很关心 他们的 那个 职员们的 这个身体的健康 所以我们要恭喜他们 那我们 我觉得这个 这个董事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所以说其实啊 现在跟健走 谈恋爱的人 其实非常非常多 那 我要跟各位报告的 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呢 是在2002年开始 在推动日行晚步 那在最近这几年 其实我们有两个 政府的机构 机关 他们是跟健康有关系的 一个呢 就是 现在所谓的卫福部 早期叫做卫生署 那现在卫福部里面 有个叫国建署 早期叫国建局 那另外一个单位是什么 就是 本来是独立的 叫做 这个体委会 现在已经变入了 教育部的这个体育署 所以这两个单位呢 这几年来呢 他为了我们全民的健康 他做了一个调查 什么调查呢 就调查 就是我们的国人 为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他们所选择 所从事的运动的是什么 结果呢 我们真的很高兴 就是对女性的 我们的朋友而言呢 走路 是第一名 然后对那个男性的朋友来说的话呢 他是两种运动呢 是平分秋色 走路 还有另外就是脚踏车 所以跟那个很有意思 我的打鸡肥胖 那他不是要走路吗 还有那个脚踏车吗 对不对 那其实这跟国际 它是吻合的 因为在国际间的 这个人类 这个人为了世界性而言 为了健康而所从事的运动 第一名就是走路运动 就是走路运动 那因此呢 我很高兴看到 现在为了自己健康 在走路的人很多 如来如多 真的很多 那这里有跟各位介绍几位 有代表性的 OK next 哇 台湾第一名模 林志玲 志玲姐姐 你们可能很难想象 他很喜欢走路 其实他当年是在加拿大 那个在留学的时候呢 他就爱上走路 一个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人 是不可能写出这么 这么这个叫做 简单又很实在的 这个字 的这个话 你看 喜欢走路 在行走间 发现频繁的惊奇 在行走间 储存健康的能量 一起多走路 多快乐 志玲 OK next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顽品的 这个董事长号 创办人 就是 带圣意 他走路 是我人生的 快乐的泉源 你看他拿了 这个巨步器 你知道吗 好几年前 他的母亲过世 那 我也 我也知道 他的母亲过世 有媒体 有报道 所以 他还没有 就是还没有 那个追思会的时候 有一天 他就打个电话给我 他说 姐姐姐姐 他说 我要告诉你 一个好消息 我太奇怪了 他妈妈就假心 他说 好消息 我就觉得 我有点 纳闷了 对 后来我说 你要告诉我 什么好消息 他说 姐姐你知道吗 在我母亲的追思会的那天 他说 那大纹人 习惯 农血上毛巾 上毛巾 他说 我跟我的兄弟姐妹们 开会的结果 我们不送毛巾 我们需要送 巨步器 对 他说 我妈妈妈 生前 他非常的 在乎 他的身体的健康 他说 所以呢 我要 送 巨步器 他说 我就是告诉你 这个好消息 对 我觉得这个 真的很有意思 就因为他 这样的事情 就几年之后呢 我自己的父亲 过世的时候呢 我也学他 我也送那些 亲朋好友们呢 这个巨步器 那我想 这个财宋林教授 他是 我们这种年纪的 像我们这年轻的 这些小朋友啊 他们可能不认识 他是谁 大家都知道 我们年纪比较 长的话 大家知道财教授 是我们国内有名的 这个统计学的专家 他这辈子呢 他讲 走路 是他这辈子的 唯一的运动 走了半个世纪 他从高中的时候呢 就开始走路 他很有意思啊 他非常爱走路 他年纪也比我大一点 他很会走 因为走路很快 因为你走路习惯的时候呢 他 pace就变成tempo 节奏就变得很快 他讲 记政 你知不知道 在台湾全国的 所有的大专院校里面的董事长 他说我敢保证 我是唯一的一个董事长呢 有董事长都坐车 而不坐的 他很爱走路 他是一个标准的所谓这个绿交通的一个实践者 什么叫绿交通吗 绿交通 你们有听过绿色交通 没有是不是 其实啊 BMW 就是绿交通 B是什么 bike 脚踏车 B M是什么 Metro 捷运 还有公共的交通工具 W是什么 walking 走路 所以BMW呢 就是绿色交通 那他绝对是 我们财宋林教授的 绝对是绿色交通的实践者 也是执行者 ok next 你看连我们的 其实我 他是个宗教家 我们都很佩服他 就法国山的 圣言师父 他在世的时候 这是他写的 他说走路 即是环保 走路不会污染环境吧 对不对 走路极有健康 走路就是修行 对他一个宗教教来讲的话 走路呢 他也是一种修行 ok next ok 这首诗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19世纪的著名作家叫John Neal 他的首诗 去绣闻土地 去品尝雨水 去倾触微风 去观察事物成长 去倾听日生与夜落 去在乎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要去做这些 去品尝这些 大自然给我们这些 美丽的事物 如果说你是开了车子 你是骑着摩托车 你是骑着脚踏车 你有可能去做这些 美妙的经验吗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大家都走路 就像智林杰所说的 走路呢 去发现那些 惊奇 这些都是 让你会 很惊艳的 让你真的是感到 好 谢谢大家